娃子,这就离开小岛了,会不会舍不得啊? 没有舍不得,尽管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一年多,这座小岛上虽然没有大型猛兽,但是有猴子,有几棵苹果树,我去摘的时候,猴子捡石头砸我,被砸了好多包,现在想想都觉得气人,你说这人落魄了,真的连猴子都不如 哈哈,这么说你跟那群猴子们打过,挺厉害啊 我怕坦白告诉你,是和他们经常打架,不过,从来没打赢过,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岛上隔得很远,看到了一艘船,也有可能是军舰,但是距离我太远了,所以尽管我大喊大叫,也没有人注意到我,但也只有那一次看到过,你见到过没? 我没有见到过,不过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啊,在什么方向? 我想想啊,对,应该是在大半年之前,不过也就那一次远远地看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发现过 好吧,休息休息吧,如果没有特别的风向,傍晚左右,我们应该就能登陆小岛了 糟了,这是鲨鱼,刘飞,这是鲨鱼,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的天啊,现在怎么办 快想想办法啊,这条鲨鱼应该看到我们了,怎么办,现在还在深海区,我们不会死吧 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鲨鱼,之前也没遇到过这些东西,如果鲨鱼只是路过的话,倒是无所谓,就怕它盯上咱们了,不行咱们就丢点东西下去喂鲨鱼 哎呀,没想到还挺奏效的,这鲨鱼也吃烤鸭吗 不知道啊,不过就算不吃,应该也会看看吧,看来咱们有麻烦 什么意思 你看那边 我的天啊,怎么这么多鲨鱼,鲨鱼群来了,怎么办啊 有了,鲨鱼一般会追逐血腥味,刚才我丢鸭腿的时候,鲨鱼会跳起来吃,咱们现在有两把斧头 这样吧,一会你负责丢鸭腿,等鲨鱼跳上水面的时候,我一斧头丢过去,只要击中了,鲨鱼就会流血 一旦流血,整个鲨鱼群就会攻击那只流血的鲨鱼,而我们就安全了,事不宜迟,现在就动手 好啊,击中了,漂亮,你太帅了 好在有些无险,我们躲过了这次鲨鱼群的进攻,这场面着实让人心惊胆战,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吧 一路上都风平浪静,到了棒了,我们终于来到了我们小岛 那个什么,你要是还想吃的话,再去抓一只鸭子来吧 不过也就只能再吃一只了,等它们繁殖多了之后咱们再吃 明天我再带你去抓羊,如果能圈养的话,那以后咱们就有羊肉串吃了 还有,明天你还要搭建一个木屋,今晚咱们就先挤一挤吧 我再去抓一只来 救命啊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熊,有熊 这个熊啊,这个熊是昆昆的妈妈,不用怕,她肯定是来看昆昆的,她不会咬人的 这,这就是那个你说的,偷你螃蟹,那个熊妈妈 是的,你怎么被吓成这个样子啊 哈哈,没事的,咱们继续去烧烤吧,吃饱睡觉,明天咱们有一个大计划 刘飞,谢谢你,要不是壮大运碰到你,我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呢 更别提能吃到美味的食物和安全的住所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如果以后咱们能活着离开这座岛,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看你说的,以后咱们俩就要互相照应了,欢迎你来到我的小岛 答案不言谢,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对了刘飞,你昨晚说今天咱们要整个大计划,是什么大计划啊 嗯,咱们现在两个人,就可以明确分工了,比如,咱们今天要去砍树给你做木屋 这件事,咱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干,也可以一个人干 另外一个人就负责去赶海找些食物,这么一来的话,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另外,咱们现在两个人,也可以去探索小岛上更多地方 走,咱们先去砍树,其他事情,咱们可以详细计划一下 好,听你的,我去拿斧头 这,这就是我的木屋吗,比我之前那个小岛上的庇护所好一万倍啊 哈哈,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走,我们去海边赶海去,中午咱们吃烧烤 天啊,你的这座小岛资源也太丰富了吧,到处都是生蚝和大螃蟹 这么大的螃蟹去外面买,至少也要三五百啊 是的,这座岛资源还不错,足够我们生活了,走吧 这么多古二弹应该足够我们吃几天了 刘飞,你说吧,咱们怎么干 你声音小点,别把羊给惊走了 据我观察,这群羊基本上每天都会来这里吃草 看到那边的路眉,咱们去那边挖坑,做几个陷阱 完了之后,我们再敲咪咪地溜回来驱赶他们 等羊落入陷阱之后,咱们就可以捕捉到了 事不宜迟,咱们立刻行动 华子,我现在过去驱赶那些羊,你在这里待着 别动,等羊快靠近的时候,大喝一声 他们就会慌不择路了,到时候咱们再进行捕捉 我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场地不够用 所以我们在木屋岩边的地方加长了一些炸的,在这里做了一个羊圈 八老三,你看这羊干嘛,这羊刚抓到的,是咱们圈养的 你可别打心去,以后抓得多了,再吃也不吃 我知道,我没想吃,我给它起个名字 那这小羊就叫炎炎吧,刚好是我初恋的名字 行,不管你,干活吧 今晚天黑之前把羊圈给它加固完成 华子,你说咱们同行的那一批人,还有其他人活着吗 不知道啊,或许吧,如果他们也飘到小岛上,那还有生还的机会 一,刘飞,你看,那是什么 海面上怎么会有一个光点,而且还在移动啊,不会是海怪吧 不是,只是太远了,看不清楚,我们去那边的岩石上看看 那天晚上,我们见到了一艘军舰,也有可能是潜水艇 但是很明显,他没有发现我,让我沮丧之余又有一丝喜悦 本集播放完毕,请您点赞评论分享,下集更加精彩